来的别克的军越 配置是属于 一二款当中的2.0T舒适版 制造价是那个 25万09千轮的一个车型 当时这辆车没有任何的优惠 路易价格也下达到了28万了 那至于这辆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视频最后会给大家来揭晓 别克军越这辆车 它一个车身尺寸 车身呢已经是接近5米了 不过看起来非常的大气庄重 开出去回头率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这个车保率呢不算是特别的好 整个一个二组车价格呢 都是偏低的 朋友呢看到这辆车 一般情况下都会夸耀炫耀一下子 因为这个车当年的价格是很贵的 真是有一种跨级别的享受 在这个价格这款车是非常的棒的 而且这个车很宽敞 轴距已经是仅仅2米9了 空间还有它的一个 整个内饰呢都是很漂亮的 最后五个人都不会感觉拥挤 外观给大家说一下 全车目前的话是有三处喷漆 前杠左前一丝板 外加一个右后门 其余的话呢都是原车漆的 2.07的发动机最大马力是220匹 变速箱则是一个6ET的传统变速箱 时需开油耗12个油左右 保守8个多 那咱们接下来大体看马南特的外观 我们来看一看 看内饰是什么样子 内饰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前排 前排的模拟程度是非常的少的 目前这辆车是只行驶的不到10万公里 算下来一年呢 就在一个1万公里左右了 整个车坐起来呢很舒服 每汽车都是如此 这里呢是它一个挡霸了 一个桃木式的一个设计 挡霸的一个换挡逻辑性呢也是很好的 整个车的话它最不好的地方在于呢 就它一个米色内饰了 当年基本上没有黑色内饰 米色内饰不太耐脏 轴距的话呢已经是达到了2米83了 第二排坐进去不会有任何鸡腿 这么一个感觉的而且每一汽车 向来呢座椅啊都是非常的宽大的 它不仅仅是舒适这么简单 后排还有独立的触风口 这是它的290T的一个发动机了 最大马力220匹变速箱 则是一个6AT的传统的换挡变速箱 这个车其实各方面塞拉件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就是油耗拖到它的一个后腿 这一个车型我也给车主说过 你别看当年落地近30万 现在二手真的是不怎么值钱了 你真的想把它给卖掉吗 只如说也不得如此了 因为这辆车虽然说赔了它 10年的一个时间 可是这辆车呢也真的是外观 有些老气了 加上它这段时间呢 也想用一些钱出去办一点点生意 都知道这点头钱并不好挣 就以这个车为例 我总共是给它出到了38000块 卖了能卖在一个42000块左右 基本上也是不挣钱了 因为这个车一旦卖车周期时间特别的长 赔钱是赔的很多的 老天爷感觉如何呢 就这个几千块钱 收费这么一个老别克 老俊悦直盲朋友们 在PIN区里面多多留言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